老狗头 老狗头 老狗头你出来 老 干什么老伴 行啊老狗头 啥子呢 成名人了 我说你呢 说啥呀 漏了 房子 往哪儿折呢 你那点破事漏了 老伴你这不没事 啥玩意漏不漏的 太折了呢 这个带啥明白吗 我干啥呢 我看你是拿酱油当可乐喝的 是不是把你咸着了 自己看 啥呀 这是啥呀 老狗头永久落水儿童 成英雄了 谁写的 寡妇巧云写的 接戳友会门口的 你这巧云日的 你说你 我不是他还要兵孤雷 我给救上了 你这写这玩意干啥呀 撕下来干嘛呀 不接咋的 惨遭寡妇的严重表扬 我先喊成 哎哟 这写的这啥子 干啥子 别看这儿 看内容 那打鞋的 有情有义的 还在花边里呢 在一个冰冰冬三尺 非一日之寒的日子里 我弟 我弟 身边却发生了一件 春色满园 关不住 一只红杏出墙来的 这都啥头呢 咱都不明白 他寡妇事业的 红杏出墙是要干啥 不是 这他就是没啥 他没那么高墨水儿 这跟哪抄来的 这不知道咋形容来的 往下看 长得更新鲜 那哪来这是 念的费劲 我念吧 那天一早晨 我领我的孩子 到鱼塘去打滑磁溜 一不小心 我的孩子就掉进冰窟窿里去了 我下的妈呀一声 麻爪了 一屁股坐在冰上了 只见我弟小孩儿在水里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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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泡的 就在这紧急关头 老董二哥 老董二哥 以迅雷不及掩耳到农地速度 通了出去 啥词 这是用语 此时 他的脑海里闪出了 雷锋 王杰 罗正教 修造人 黄继光 孔甘森 拉脑吧 再闪一会儿他的孩子都贫贵了 你 压神 你 别打擦 好听你的后头呢 看我呢 你看 我最亲爱的老耿大哥呀 你不但救了我孩子的命 同时 也用你那男子汉热不拉的胸膛 温暖了我们孤儿寡母的心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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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写啥玩意儿了 七八糟 你这 你这啥词这是 是他乱了 还是你乱了 我 我乱啥呢 我呀 你说你 那孩子掉病哭了 你温暖他妈干啥呀 老伴他就写的 他不会用新词 他还要那天就掉病哭了一下 你说 你说对我呀 那天 就动手动脚的 你说我能干啥 你俩还动手动脚的了 没有 我说就天儿了 动手动脚这个动 天儿了 你俩要动手就不对 老伴啊 就那天我百分之百 我没跟他动手 那你以前总跟他动手呗 以前没动过手啊 哪天也没动过手啊 那你俩没动手 他在门儿管孩子呀 要有一二管孩子 那孩子还能 还能不能掉冰哭了里头啊 我说我呀 正好上咱家鱼塘 刨个冰哭了 给鱼放上养 完了 瞧人家就不就 就来了啊 来了路过岭 还来的 见我弟打招呼 说大哥呀 你看你干啥 我说这不就没事刨个哭了 我说你这挺好 就咕咚 还要掉下去了 第二次我就是 我就 我就 当时说起来话 我根本没闪那些人 闪得来不及 我就咔就给拽下来 就这点事 那你 救他家孩子 回来打不杠火去 这点事杠火有啥用呢 好事不被人 被人没好事 你爱咋想咋想啊 几会我就告你一句话 我脚歪不怕邪正 我就告你 我就给邪正 我不怕脚歪 那么还是 我那么这脚咋还回不来呢 二叔 二叔 二叔你成名人了 上报纸了 出名了 看看这报纸全是写你的事啊 啥写呢 耿老汉 救人惹正义 在东河院村 有位耿老汉 救出了一名落水儿童 可是此事在当地群众中 却惹出了许多争议 有啥争议的 这说现在就是 可是你的事 你看 还有 也有的群众认为 耿老汉救人是正义之举 可不该事后牵走了 被救孩子家里的一头驴 啊 你听这 还有没了 有往下念 糊涂麻痴 我啥时候牵驴驴了呢 你看还有呢 还有的群众认为 董老汉的行为也不算过分 一个孩子的命 咋地 也比一头驴值钱呢 这纯粹瞎编乱的 我怎么一家 根本没有驴 那你们要驴的车上咋头驴了呢 哎呀对 有驴 有驴 有驴了 当天那个 草云牵驴去的嘛 这孩子掉进去 我看挺沉 完事儿就放驴身上了 我给牵驴驴了 这是有驴 你动你的驴 就跟驴有关系了 我今大婚众 跟驴有关系了 你能不能消灭咋子 别人说我咋 行你了 咋不咋呀 我牵完驴 我就放在了 我就没动了 你就牵人家驴了 啊 完 完事儿 就送回就拉倒了 那不拉倒咋咋 那帮寡子再挑挑水 绕着炕 不被窝啥的 二舅 二舅 这又谁啊 二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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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了地了 呲 成人的现在 你上一边 你走着 上网了 还咋去 你别扯淡 上什么网 我也不是赖蜘蛛 上啥网 不是蜘蛛网 烟测网 那网那家老子大了 不是说 你咋去 就你救孩子 不知道谁给你贴网上了 现在不少人跟他 咔咔咔 往上贴 我下宅了 我咋越听越糊涂 你这不猫不狗的 你下什么咋呢 下宅了 你这么喊 现在就有你这点事 我跟你说 网友和网上 那家都干起来了 那家 干啥不太好呢 干嘛 喂 我给你 你告诉你念孩子 来 有人说 耿老汉救人 肯定有动机的 不能无力不祈祷 也有人说 见死不救 是小人 你看那玩意 还有人说 现在整 有个别人 财迷心跳 完全有可能是 故意把孩子 推到河里再救出来 然后回人家要钱 你看那玩意 我干死行吗 我这救是不对的 我就不能再玩手救 行不行 生啥气 你滚咋 咱出名 出名多好 那真是 对呀叔 出名多好 我出门都想出名 就没有你这样的机会 行那这事就算你俩救的 你俩去出去说 这我没关系了 行不行 就啊 有一个人说什么玩意的 就我 成平以后呢 又来到现在 你让我站在旁边 借官 我也借借官 你俩干什么 我借回家 你看你 你俩回家呢 这是邓大叔家吗 这又是谁啊 是邓大叔家吗 是邓大叔家吗 哎呀 大妈 你好 我是报社的记者 赶紧的出名 记者 记者 出名啥 靠他出名 是 是 上康吧 那个 这是大叔 我亲舅 我是他亲爱的 我们都正在这儿啊 对 他是我亲二叔 我是他亲子的 你不是是我亲媳妇 我是他亲老头 都是亲的 大叔你好 你太好呢 大叔今儿怎么的了 你看 我就救个孩子 玩这家里写的 你说又要驴又要钱 你发皮 可不是咋子 你瞅你们这报纸 这写的啥玩意 跟我阿淑掌的 你说人不人鬼不鬼 大叔为这事生气 你这事还小呢 我呀 今天也是为这事来的 其实啊 这些小报的记者 有时候确实不道德 有的也写 没的也编 你说 你是啥报的 大叔 我是生活问题报的记者 啊 你过来我跟你说啊 这个我生活没问题 赶紧赶紧 赶紧赶紧 大叔 你看 大妈你看 这在我们生活 有问题也不上你报纸 不是 大妈 赶紧赶紧出名 哎呀 雀不误会 大妈 你们两个我误会了 我们这个报纸啊 是关注这个百姓生活 替群众解决问题的报纸 因此叫生活问题报 我先采访采访你 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大叔今天一见面 我看你老就是一个 普普实实的农民 您绝对不会救上孩子又要驴 也不会把孩子先推到河里 再把他救上来 那可能嘛 不可能 我给H孩放水里拉 拉过来老水里放 我连总农呢给人家 对对对 再说 这个一头驴也不值多少钱 他就是金驴驴驴驴驴 就说黄皱化的驴 那还真不一定 大叔啊 也不能要 是 所以说今天呢 我亲自采访一下 掌握第一手材料 回去我把这文章写好了 给你老的那个恢复名誉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那好 安然好一点 你给倒点水 不用不用不用 那么大叔 如果现在也有时间 咱们现在就开始是吗 开始踩我了 对对对 踩吧 好好 大叔啊 咱们也别紧张 咱们就是随便的闹一闹 你先说一说 巧云家的自然情况 怎么样 自然的情况 就是随下随东啊 不是 你说一说巧云家几口人 日子现在过得怎么样 小云家两人 一个儿子一个他 日子过得说心里话 寡婚事业的 孤儿寡母的 过得别急完了 他的老头在临死之前呢 含着眼泪拽着我的手啊 他说大哥 我已经充充忙忙的就要走了 家里啊 弟妹他还都交给你吧 我说你放心 啥事你放大哥手 你就放心 从那以后我一手托两家 家里有啥事我都去 你不信你问他 干活啥都 大妈您说 那咱俩从一大开车开始 村众修兽脱皮打墙 背部的洋长都冬至冬凉 那第二大想着干 比干部这个家伙还上心呢 好 这大同学是负责任 不是负责任 这村干部也都去干过 那你不是村干部 你老跟臭啥份子 我向干部学习行不 你学习他啥呀 我学习他自己家不干 当天家办活的经济 怎么样 大叔大妈 这么点 咱们换个话题 怎么样 你别换个话题了 咱换个地方吧 换个地方 好 你来这 咱们就拆这个 这个是这种根子 拆头都磋了 别说又不明白 没理就换话题 好 大叔 那么我再问你 您对乔云的孩子 是不是特别的好 哼哼 哎呦你妈 这孩子 你要比孩子 这孩子他妈 他叫人鸡的鸟 哎 你说明白的 他呀 你说明白的 这是孩子招心 还他妈招心 我这 我跟那 我说孩子 你得把他妈扯除了 干啥了 是不是我扯的吗 不你自个儿说的 这孩子他妈 真着急 我那不口头鱼嘛 我那他妈那不就口头鱼嘛 你别跟他乱掐了 行不 这是媒体 我说这孩子 根本就没有他妈 当时你 那孩子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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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 没有 你吃个嘴啊 是没有他妈 这一句话 对对对 没有他妈那俩次 你明白了吗 我明白明白 你录懂了吗 录懂录 就是这孩子没有他妈 那俩次 那俩次 对对对 孩子找人鸡的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好 好 你也等于我 为啥 叫张晓晓晓晓 为啥 这小孩啊 跟我近 天天啊 哎呀 我走哪都干不到 我要干的啥活 我就领他 打个鱼摸个虾啥 我就领他 我就喜欢孩子 我喜欢的 可喜欢了 完事呢 喜欢喜欢 我这一天看不着他 想 咋不想啊 我两天看不着 我睡不着觉 我半夜 我也得起来 在他家门口 我晃起 我又 要不睡不着 这样 你三个万夜 上一家门口 我晃起 你是想孩子吗 我也想孩子 他就觉得咋的 想谁 你自己心里明白 你这人真是干的 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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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咋讲呢 你什么呀 咋我咋讲呢 你想谁 你心里知道 我说人家还换话题 换话题 这么的大叔 小云家的事 咱就不闹了 嗯 说说你们家的事 你家几个人 你家几个人 来来来 老伯爷 你算一下 咱们正好你去的 这会去 才你了 你家是小姑娘俩 老姑娘俩 一样一小 六个人 算多了 怎么多了 年轻的时候 这算小姑娘俩 老的时候 这老姑娘俩 什么一样一小 二小姑娘俩 两个人 没孩子 说对了 就因为没孩子 我才喜欢人那小孩 我说 明白吗 他不生了孩子 哈哈 你该 就因为我不生孩子 对我劲儿成大了 说我 光占我不下蛋 完还说我 浪费他的优秀资源了 我也不明白 他能二无缘资源 不浪费 留着有啥用 我啥 他以前用资源啥玩意 你别跟他插我行吗 咱还换话题吧 你老是 大夫啊 不用换话题了 怎么了 这个情况啊 我基本上都了解了 你呀 听明白了吧 我听明白了 我就靠你了 要不然我这心太窝囊了 你放心 我好应好应救个人 老爸你得做个饭 不用不用 我也得忙着回去 赶搞 我得忙着回去 不不不 就这么地 完了我就走了 阿诚 啊 这还来了 哈哈 反正呢 这是有生活有问题的记者 不不 不是 太多 这个 我是生活问题报纸记者 生活问题报纸记者 来认一下 好 这个介绍就是情况 好记者 你好 到这儿去 你好 请坐 这个 叫什么说 叔叔 行李 叔叔好 你看这孩子就听我的 太乖了 跟记者说明白 就孩子前后经过 好 那你就跟他说 不是我说你 您您您坐起来 坐起来 您就慢慢说 慢慢说 这好是好的 我心里不平常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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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啊 你冷静点 你太激动了啊 冷静一下 慢慢说 因为你爸爸最绝同志 哎呀不敢告诉你 你们难过难过 讲的这个 越朦胧 巧朦胧 让我们老百姓 都朦胧的事 行不行 不是 你老用啥词啊 我求你们 不是 我跟你说这事啊 停 你别打断话言 你说完呢 二哥 sorry 我二哥 多实惠啊 这老头多好啊 啊 说我们俩 咱们只是一头驴的关系 啊 你说 你说 这不是埋着人吗 啊 你们回去之后 我跟你们说 嗯 人呢 在这在这在这 这 刚才你跑哪去了 我一直跟着你的 我说我跟我二哥呀 不只是一头驴的关系 我明白明白 你识清楚 录下来没有 录下来录下来 谢谢 不用客气 请坐 好 请请请 我看呐 你现在啊 心情比较激动 你慢慢说 你现在心中的老梗二哥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哎呀 我心目中的二哥 实话实说 这么说吧 他是一个高尚的人 热心的人 气心的人 是一个脱柳滴滴气味的人 这词也这么熟呀 你把话说白了吧 他是我心中的脑像 他叫偶像 他脑像 我都说 疼了 我二哥心眼好使呀 不认为这个 就心眼好使 嫂子 给你添麻烦了 二哥你看这事儿 儿子 表示 是 叫赵姓的 赵姓 赵姓 抢镜头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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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姓是个成人样 那我管他赵姓咋的呀 不是 你看赵姓可以从这 赵姓俩吧 打得完 赵姓俩 来来来来来 赵姓俩 来来来来 赵姓俩 来来来来 赵姓俩 来来来来 来来 赵姓俩 来喊哦 赵姓俩 他 是我 哎呀 情况我都了解清楚了 对对对 以前那些消息啊 全都不对 这小孩啊 就是耿老汉 跟巧云的私生子 对对对 没错 没错没错 有事儿我兜着 你可以下满了 这是头条啊 好好好 赵姓俩 来过来 他走了吗 走了 他说啥呢 他说这孩子是你跟巧云的私生子 阿姓俩 连哥 回来 这孩子是谁 你跟巧云的私生子